大家好我是陈猫 这期主要给大家传授撩妹技巧 希望大家气息能吃饱 画面的主角是阿强和他的女朋友阿珍 珍强组合 使用的是索尼AC3加F155 上次520那期也是他们 看画面了解男朋友是怎么拍女朋友 很多当生狗看到路边有情侣吵架 第一反应就是分手分手分手 这一点也不明智 分了手你就多了一个竞争者 女的应该可能或许99%也不会喜欢你 情侣分手上的还是单身狗何必呢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们一定要送上祝福伟大一点 祝福他们变家属 结婚是恋爱的坟墓 拆散别人还不如送他入坟 他们天天为柴米油盐吵架 这酸酸 三二一一眼了 三二一 牛郎真女的故事可歌可泣感动大地 不是因为他们很相爱 是因为他们一年见一次不谈家庭所事 而一次就是一日 这里涉及到时差问题科普一下 天上的一日是168小时 就是七天 一见面就是七天 多少男人都供不应求 牛郎的牛就在于他能满足需求 七夕最恐怖的不是天上的见面 也不是路边的跪舔 而是喜欢的人 并不喜欢自己想约而不敢约 准备下三二一 准备下三二一 不是技巧而是知识 单手开法拉利的知识 虽然我是单身狗 但我成功的证明了五千多条弯路是死胡同 教人绰绰有余 为了方便记忆先总结诚词 清除障碍和无奈 打探情敌和敌情 不问是否问感受 不谈客观谈主观 提问正与反 感情好与坏 在于沟通与关怀 约女生之前 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心理障碍 很多人会有一个顾虑 要是追求失败 不能再做朋友怎么办 无论你失败还是成功 你都是不想跟他做朋友 除非你永远不追 反正也有别人追 回个头来一点点 对 大家笑一下 一开始不清楚他是否有男友 就像我之前教的 我约你去看电影 你男友会不会生气 装出很关心男友的样子 打探敌情 当然对方也知道你的企图 但这听起来很舒服 谁不喜欢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呢 大家要知道的是 约会是顺水推舟 不是一日千里 平时就要多沟通 积累感情 不是偶尔买一次双射球 就能出奇迹 首先要了解他的底线 问他有什么事是绝对不能开玩笑的 从他的回答了解他的底线和雷区 特别不要色谎 很多女生只是尬笑 你今天真美 简直就是空前绝后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个 这个也可以来个正面一点 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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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吗 吃了吗 睡了吗 这些第一时间想到只能回答是否的问题 不要问 妹子遇到的男生比你追过的女生多几十倍 这种无聊的问题我一个男的都不想回答 可以这样说 没想到你和我一样 喜欢享受这样的夜晚 当然这是瞎扯 要因人而异 因地质疑 没有标准的答案 反正不要问是否了感受 让妹子主动接话而不是问答 不用坐上去也可以 如何夸人也是一个技术活 这里要区分客观事实和主观感受 很多人觉得自己明明夸了对方 为什么还被嫌弃 因为你只是说了客观事实 而他需要的是主观感受 你笑起来很好看 管你屁事 客观事实 我很喜欢你的笑 主观感受 陈茂好烧 管你屁事 那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的文化都习惯隐藏自己的感情 但在喜欢的人面前要敢于表达 再来三二一 不要说我会对你好 你有多善良 而是应该证明我有多懂你 就像波多野智琳在我身边 注意这是两个人 或者林智琳结衣 我也会爱他 对他好 关心他 但那不是我的优点 是他的优点 我会很爱他 只是证明了他有多可爱 并没有证明我的优势 聊了这么多 要开始教宴结果 如果可以选择一个人 你会选择谁一起共进晚餐 从他的回答 了解他的想法 慢慢绕回自己身上 彭于晏呢 大家都说 我是拼多多低配版彭于晏 仅供参考不负责任 3 2 1 忘记有益的隔夜 自动落过他眼前 约会除了饭局最常约的就是电影 很多人都喜欢问别人喜欢什么电影 就像问你喜欢吃什么菜一样 真的没法回答 不讨厌的都喜欢 用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来问对方 永远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逆向思维反过来问你不喜欢什么电影 这样就很好回答嘛 我最不喜欢就是日本的 画质差海马赛克 什么龙则罗利天海裔 急则名部麻生兮 迦勒来比双飞翼 东京很热万人迷 我一部都没看过 最后总结 追求女生是由浅入生 九什么一生来的 哦记起了 九十一生 如果你是女生 有人用这些技巧追你 请相信她是个好人 该拒绝的还是要拒绝 我们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不是要你被拒绝的时候不难过 而是难过的时候 想想你还有一片森林 可以吃土玩摄影 有人还记得这是一个摄影节目吗 这些技巧最好在网上聊天使用 毕竟见了面 你就不是用上半身思考 两勤若是九长时 又起在进进出出 喜欢的点赞或者转发分享 这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下期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